南京雨花台,京县朱元璋女儿墓,可当墓葬挖开的一瞬间,其中竟出现了一群大活人,而尸体上的一滩神秘液体,更是让专家惊呼,何使至极,直接以玷污文物的罪名,将这群人抓捕,1998年,南京市做出城市规划,准备在雨花台附近修建一条公路,可工程刚刚开展几天,施工队却突然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,其内阴风阵阵,好似有着魔鬼一般, 但彼时的中国对鬼神之说,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,随即决定进入探查一番,可谁曾想,几名工人下去后,竟发现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棺果,见状,几人也不敢再放肆,一边说着罪过,一边退了出来,并拨打了报警电话,当警察抵达现场后才明白,这里很可能是一处百年前的墓穴,想到此处,直接叫来了当地的文物局专家,考古队伍来到之后,也极为肯定的说, 这个大洞下面,一定藏着一处古墓,南京这个地方,作为六朝古都,不少皇亲国戚都会在此埋葬,发现古墓并不稀奇,而专家们也没有太过激动,但他们绝对猜不到,之后的挖掘工作,会让众人大吃一惊,随着挖掘的深入,专家越来越觉得不对劲,整个墓葬的布局,竟然全部是明朝年间的习惯, 并且其中发现的一些陶罐瓦片,也都是明朝年间的,这让众人来了兴致,最重要的是,他们发现,这处墓穴规格之庞大,一定是当年非富即贵之人,甚至有可能是皇亲国戚,可就在一行人激动的时候,地面却出现了三三两两的倒洞,也给专家们浇了一盆冷水, 要知道,这种墓穴,其中的陪葬品,价值连城,只要遭到盗墓贼的际遇,那么绝对胜不下什么,不过专家们也没有放弃,就算没有陪葬品,也一定有存在历史价值的东西,尤其是棺果还未打开,不知道墓主人的身份,这就好像开盲盒一样,总会给人惊喜的,很快挖掘工作,临近尾声,而一个庞大的墓室,也展现在众人眼前,最显眼的便是,在墓室的门口,还有一个石像生, 一般只有帝王或者皇帝最亲近的人,才有资格在墓室门前,树立这样的石像,这一发现,也让专家们重拾信心,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,却让所有人大感意外,墓室中竟然出现了一群活人,南京与花台惊献朱元璋女儿墓,可当墓葬挖开的一瞬间,其中竟出现了一群大活人,而尸体上的一滩神秘液体,更是让专家直呼,可耻至极,直接以玷污文物的罪名, 将这群人抓捕,当墓室被挖掘出来后,眼前却出现了一道石门,漆上雕刻的字迹,也让专家们发现了一些端倪,正是明朝年间的墓葬,尽管明朝距离现今并不算太过久远,但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,可并不算太多,这样的发现,让专家喜上眉梢,连忙拿来设备,打开石门,进入里面观察,原来 这处大墓,一共前后两个墓室,墙壁上雕刻的,也全都是皇家专属的纹路,但遗憾的是,翻遍了整个墓穴,并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品的踪迹,这不禁让所有人大感失望,很快,众人来到了主墓,也就是坍塌的位置,其中除了一个巨大的棺果外,任何东西都没有,随即专家合力,将棺盖板挪开,希望里面能够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, 可谁曾想,棺盖内破烂的汗,唯一剩下的,只有一节腿骨,以及碎成块壮的刺器,专家们不禁感叹道,这些盗墓贼,着实可恶,竟然连死人的尸骸都不放过,但眼下,再一次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,那就是墓主人的身份,由于墓志明等物件全部都遗失,导致整个墓葬内,没有任何东西,能够表明墓主人的信息,可考古学者最看重的,正是墓葬背后隐藏的真相,为此, 不惜将其他墓室也一并清理出来,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残存的,能够展示信息的物品,可谁曾想,物件没找到,竟然在旁边的墓室中,发现了一床被褥,如此诡异的墓穴,竟然还有活人的存在,别说考古专家了,就连施工队的工人,都没曾见过如此诡异的场景,然而,就在一众人愣神的功夫,另外一处洞口,突然走过来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,他见状,也明白了怎么回事, 随即讲出了他的故事,原来老者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守墓,几乎不与外界交流,而自己已经六十多岁,膝下无子,最终还是决定在这里待着,不再出去惹麻烦,而专家们对于这处墓葬所有的问题,老者也能够一一解答,尤其是墓主人的身份,南京雨花台,惊献朱元璋女儿墓,可当墓葬挖开的一瞬间,其中竟出现了一群大活人, 而尸体上的一潭神秘业体,更是让专家惊呼可耻至极,直接以玷污文物的罪名,将这群人抓捕,原来这处墓葬的主人,正是朱元璋最为疼爱的八公主,尽管朱元璋在历史上还算得上比较朴素,不过后宫家历三千,是每个皇帝的标配,他自然也逃不过,但要说最为宠爱的,还是八公主的母亲, 自幼精通琴棋书画,长相颇为美丽,也与朱元璋走得最近,而他生下的女孩,更是深受朱元璋的宠爱,最终赐名扶卿公主,要知道当年的宫中女性,是不得参与政治的,但扶卿公主却是一个例外,朱元璋不仅破例,让其进宫听宣,甚至还常常与其谈论国家政治,不过扶卿公主由于体制原因,还是英年早逝,而朱元璋直接下令, 命人在南京建造大墓,专门用来埋葬自己最宠爱的女儿,墓中陪葬品数量繁多,能够比肩宫中大臣的全部家产,可后来战乱品了,盗墓贼更是猖獗,最终到了现代,墓中已经没有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,当守墓人说完之后,专家们才明白,为何明明是皇室之墓,却如此货败不堪,随后在专家的提议下,南京政府将扶卿公主墓,进行了二次修建, 可任谁也想不到,这本是埋葬死者的地方,竟然会被一群流浪者玷污,在扶卿公主墓修建完成后,不少人都对这里敬畏远离,但某一日,城管偶然路过此地,却听见了说话打牌的声音,当他走近一看,才发现,一群流浪汉在这里打着扑克,喝着啤酒,甚至主墓室已经成了他们拉屎撒尿的地方,就连棺果上也残留着一滩业绩,这不禁让城管大感愤怒,随即将一群 人带到了派出所,以故意损害文物的罪名,将几人扣押在了这里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,人们似乎对这些传统都不是很在乎,人们渐渐地忘了自己的根,忘了家乡和祖先,取代这份深情的是高楼大厦,是快和更快的经济发展,所以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,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份对仙人的竞争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有什么想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